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见了袁爸 下一秒 陆毅重新握着金夏的手 牵着金夏走进袁爸 叔叔 我和金夏在一起了 金夏不说话 一脸肯定的神情 袁爸愣了数十秒才反应过来 你们 你们在一起了 陆毅和金夏双双点头 袁爸也点点头 先回家吧 袁爸手提着垃圾就往回走 他已经忘记了手里正提着垃圾 金夏提醒道 爸 把垃圾给我 我去扔 袁爸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手里的垃圾还没扔 我去扔 你们先上楼 叔叔 陆毅道 我去扔 您和金夏先上楼 那就麻烦你了 袁爸也不客气 把手里的垃圾给了陆毅 随后拉着金夏走了 金夏回头看了陆毅一眼 看到陆毅对他扬着手机 意思是保持联系 金夏眨了眨眼 表示明白了陆毅的意思 眼看着前方的袁爸知道 两人在做小动作 加快了步伐 三步并坐两步地将金夏拉回了家 你和陆毅在一起的事情 陆毅的爸妈知道了吗 回到家 袁爸迫不及待地问着金夏 今天刚知道的 袁爸沉默了下去 难怪今天在楼梯间碰见陆亭 见陆毅一脸的不高兴 他当时问了原因 陆毅说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现在 袁爸算是明白了陆毅不高兴的真正原因 沉默了会儿 袁爸又道 你和陆毅在一起多久了 没多久 半个多月而已 金夏如实回答 不带一点隐瞒 要不 袁爸有些难以启齿 他想劝金夏和陆毅分手 金夏如果真的能嫁给陆毅 袁爸自然释放一百个心 可他担心的是 陆亭这一关 袁爸和陆亭做了三十多年的邻居 平时相处也跟兄弟一样 陆亭的脾性袁爸是了解的 陆亭不是贤贫爱富之人 可是特别地注重家庭教育 金夏妈妈不是一个好榜样 金夏怕是很难进入陆家的门 搞不好 两家从好邻居变成仇人 纵使袁爸不忍心劝分 但避免两家以后变成仇人 他还是说道 陆亭的爸爸你是了解的 他对陆亭的教育十分严格 十有八九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 趁你们刚在一起不久 感情还不深 及时悬崖勒马 以免以后两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爸 金夏拖长着尾音 我知道陆叔叔不同意 但我和陆亭是真心想要在一起的 而且我们是不会分开的 对于金夏的婚姻 袁爸一直提倡婚姻自由 袁爸和金夏的妈妈陈惠英 就是父母包办的婚姻 他不想金夏重蹈覆辙 故而从不干涉金夏的婚姻 金夏工作以来 他也从不催婚 金夏如果有想嫁之人 袁爸就会把金夏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如果没有想嫁的人 他就养金夏一辈子 你是成年人 有权决定自己的事情 如果和他们家闹掰了 爸爸就带着你搬家 找个没有人认识 我们的地方重新生活 眼泪在金夏的眼眶里打转 他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 搂着袁爸的手臂 靠在袁爸肩膀上 爸 你真好 袁爸眼角挤出了许多条皱纹 他就这么一个闺女 他不能给他大富大贵的生活 当然要让他开开心心的生活 饿了吧 爸给你做点吃的 金夏靠在袁爸的肩上 甜甜道 爸 我吃过了 对门屋里 你就算去取一个要饭的 我都同意 但金夏不行 陆婷在书房里和和气气地对陆一说 陆一手插着腰 压制自己心中的怒气 吐了一口气 爸 我就不明白了 你是一个警察 为什么就这么拎不清呢 金夏是金夏 与任何人都无关 正因为我是警察 才不允许别人说三到四的 你若是不忍心说分手 那我去说 陆一的眉头都竖起来了 怒气道 爸 你非得这样 对吗 原本平静的陆婷见陆一怒了 他瞬间火气冲天 你选他 我今后就没有你这个儿子 选他还是选我 你自己权衡 陆婷一向讲理 怎么这个事情 他就说不通了 陆一怒气冲冲从书房里夺门而出 回自己的卧室把门锁死 其实 他是很想收拾行李 带着金夏立刻回北京的 但他知道他这样做 陆婷更加不同意 他和金夏在一起 金夏夹在中间也为难 陆妈妈左右为难 不知道该去安慰谁 他为难之际 手机突然响起了 他神色匆匆地进入书房 医院突然叫我回去 别和儿子吵架了 你也别去找金夏谈话 金夏是个好孩子 千万别伤害他 陆婷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送你去 不用 你先冷静冷静 然后和儿子好好地聊一聊 走了 陆妈妈急匆匆赶到医院 她所在的科室里发生了医患纠纷 一名护士给一名保胎的孕妇患者输错了药 导致孕妇流产 患者的丈夫现在正拿着一把水果刀 在护士站找输错药的护士 说一命抵一命 陆妈妈了解了所有的事情 安慰那位拿着水果刀的男子道 先生 我是妇产科的护士长 请你先把刀放下 有话 我们好好说 事情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如果真的是因为我们医院用错了药 而导致你妻子流产的 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交代什么交代 我孩子都没了 怎么交代 男子咆哮着 你是护士长对吧 是的 我是护士长 陆妈妈话音未落 男子手里的水果刀就往陆妈妈身上飞去 在场所有的人都吓傻了 陆妈妈也吓傻了 陆妈妈感觉有一个人挡在她前面 那人没有穿白大褂 应该不是他们医院里的人 他急忙去看那人的脸 惊讶到 惠英 紧接着 陆妈妈看见陈惠英的肚子上插着一把水果刀 而这时 陆婷也带着几名警察赶到医院 正看见陆妈妈抱着流着血的陈惠英大喊着道 快 快 快救人啊